发生在金门的这场战役 守护了台同金马的民主自由 823战役65周年这一天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中常会致辞 除了缅怀抗战烈势外 更向中国再度喊话 承诺不变 善意不变 在基于互利 尊严 对等 与对岸展开对话 而日前出访过境美国后 赖清德几份民调都有突破 最新民调出炉 赖清德支持度再度冲破四成 柯文哲则以25.8%位居第二名 至于侯友宜依旧排行老三 而柯文哲在本命区台北市 支持度甚至还落后赖清德13.07% 对于在多份民调中 柯文哲都呈现下滑趋势 与柯友好的馆长 还气得开直播点名 美丽岛电子报 质疑收钱做民调 我认为狗民调是见钱说鬼话 就算这番言论冒着哀告风险 馆长还是没再怕隔一天继续骂 从此以说吴子佳这三个字 在整个网路上就是一个笑话 可信度是零 我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形态 在网路上一个流量怪物 我们试试看 面对民调的时候 应该要用比较专业的角度来看待 那馆长本身没有这个专业的程度 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佳 除了呛馆长毫无专业 也委由律师正式提告妨害名誉 求偿50万元 而外界也质疑 柯文哲选情看好时通通没问题 但现在民调崩跌了 在馆长眼中 民调似乎都沉了 只要有钱 素质就漂亮 三人学员 陈俊杰 周凯 台北